白冰冰是一個藝人 在她的專業裡面 她非常的傑出 可是畢竟她對於國際的事務 國際的新聞什麼 她是比較陌生的 也許她說錯了 也許她一直口誤 不要忘記 連蔡英文這麼能幹 這麼精巧 這麼靈敏 這麼機質 到蔡市長都會說 我去蔡市長買票 你何人苛責於白冰冰 白冰冰小姐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失言 至於說談到水災治水 這個都會去讓我們台灣的民眾 去想到八八水災 藍營低調綠營猛批 當事人白冰冰則是發表聲明 強調絕無貶義女性意圖 若舉例方式不當 她感到不好意思 未來發言將會更為謹慎